中期电影院继续拯救世界 中期电影院外没有任何人关心她 她决心去买一把枪自卫使用 但是买枪有一段审核期 她并不能马上拥有一把枪 于是她又走进了空手道的道场旁厅 教练值得教育她的学员 红红很是心动 第二天准时来参加试课 可来到道场的她就触犯了规则 没有拖鞋上电 负责儿童班教学的娜娜告诉她 一定要遵守墙上的11条规则 否则后果很严重 蓝带大哥告诉红红 新人一来就是白带 在网上是黄绿蓝紫鹤黑带 道场分为日课和夜课 只有被教授授予黑色带条的人 才有资格上夜课 而红色带条则是教师的意思 只有教练和娜娜拥有 就这样 红红开始了她的第一节课程 成功的营销课程都是从三倍开始 红红马上找到了成就感 当即买了整套课程 她从只有教练能进去的器材室 领到了新的道夫 开始了空手道的学习 完全忘了要去领枪 在接受训练的两个月后 终于迎来了晋级仪式 这天也是道场师祖的季日 她意外死于猎人的仙弹枪 所以才有了道场的第11条规则 弱者才用枪 教练向学员们讲述师祖的光辉事迹 师祖带着自创的彩虹腰带 用绝招一指缠 打败了三位大师 吹完了师祖的彩虹屁 教练开始了授带仪式 自信满满的蓝带大哥 没有得到黑带 教练也没有要他去上夜课的意思 整个道馆最厉害的娜娜 依然还是鹤带 黑带的名额被另一个男学院老托取代 在这里腰带的颜色等同阶级 她只能不情愿地让出了排头的位置 而红红也成功晋级 拿到了属于自己的黄腰带 在这两个月里 最幸运空手道的红红 在老板的提醒下 终于想起 她是一个社畜 要去上班打 但很明显 回到工作岗位的她 有些心不在焉 上班时间也比划着动作 下班就消失 满脑子都是空手道的她 把杯子换成了黄色 在超市买了许多黄色的东西 就在她逐渐充满自信的时候 现实又给了她重重一击 和开皮卡的大叔发生口角时 她的黄腰带 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威慑礼 你才是 你是所害 我是所害 没错 你是所害 我是所害 之后的训练 红红信不在焉 被教练约谈了 她向教练坦白 经历了抢劫 她一直很害怕 她希望能成为 让自己害怕的那种人 于是教练开始教导红红 如何变成一个硬核的人 什么 喜欢三奇的歌 不行 从今天开始要听重金属 养的是小腊肠 不合思 要养就养德木啊 这样才够男人 比起娘兮兮的法国 也欣赏战斗民族俄国才对 总而言之 做的事情越洋刚越好 教练破例受与红红黑色的带条 邀请她来上夜课 听话的红红试图改变 听的音乐化成了金属缘 强行夺走老头手里的报纸 开始学习硬核的德语 还直接对老板重拳出击 下珠三的PPT 为什么要提前改 你活不到下珠三吗 结果喜闻乐见 她被解雇了 没对自己心爱的小腊肠 她也采取硬核的沟通方式 虽然你是只好狗狗 但以后再也没有摸摸头了 到了夜晚 她如约来到道场参加夜课 果然夜课的画风相当硬核 擅自来上夜课的蓝带大哥 直接被教练打断手赶出道场 永远不准再来上课 原来所谓的夜课 就是尽情的释放暴力因子 越暴力越嗨森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佳 我的眼睛为了你看 我的眉毛为了你画 从来不是为了他 喂你们两个打起叫来 怎么现在谈恋爱呀 看完青铜选手胡鸥 我们来看真正的王者 老头只要被娜娜 做的生活不能自理 然而她依然得不到教练的认同 甚至只能沦为男学员 放松身体的辅助 之后红红去定制了一批腰带 这样他就可以在生活中也戴着 能给他自信的黄腰带了 晚上红红被教练的电话吵醒 教练告诉他 找到了邪机红红的人 是一个骑着摩托的酒吧醉汉 他怂恿红红去找回场子 红红迟疑了 我都不知道打我的是谁 你是咋知道的啊 教练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子 并且对他进行了思想教育 被洗脑的红红给了醉汉一拳 最好摔倒在地 此时教练却扛着摔像机出现 面对疑惑的红红 他表示 这是为了记录红红的成长 但红红发现 最暗骑的是一辆小单车 那辆摩托车并不是最悍的 他慌张地逃回了家 却发现小腊肠倒在了地上 受医表示 小腊肠死于用脚重击 死前小腊肠还做出了筋强的反击 咬伤了凶手 红红意识到不对 小腊肠的死肯定跟教练有关 他跑到道场质问教练 却被教练用昨晚殴打路人的事为邪 教练还表示 这是在帮助他人做出改变 鼓励纸上完全被教练吊打的红红 只能接受了他的解释 有了把柄的教练 开始指使他在更加违法的边缘试探 今晚的夜客 几人戴上头盔 骑着摩托 上街寻找需要人身转折的人 并给予热心的殴打 他们找到了一位落单的人 但没想到对方是个持枪的警察 他射伤了娜娜 看到同伴受伤的红红失去理智 失手将警察打死 回到道场 教练授予了红红一条红带条 这时红红才知道 红带条代表着手上有过人命 他是道馆史上 第一个拥有红黑带条的黄腰带 娜娜虽然冷漠 但对红红这个弱者总是那么在意 他告诉红红 之前的他 实力强于高端男学员 但为了维护道场的阶级秩序 一直保留实力 却被人认为他转弱可期 在更衣室被性骚扰时 他杀死了那位男学员 而教练却认为这是娜娜的错 是他勾引了男学员 即使他比男学员强 但他永远也不会获得黑带 因为教练始终认为 空手道是男人的领域 娜娜却红红想办法离开道场 而他在这里竟然暴力多年 似乎没法回头了 回到家的红红 发现家里多了只得目 看到教练挑衅的留言后 约扭头回了道场 在这里 他发现了因为屈辱 上吊自杀的蓝带大哥 但他只是沉默地看了一会儿 就静止来到教练的办公室 发现了自己被抢劫的物品 还知道了老师的真名 之后他拿了钥匙 悄悄溜进了 不被允许进入的器材室 万万没想到 器材室里竟然设有焚化炉 简直纳粹行为 在小隔间里 红红还发现了许多的录像带 原来自己也是录像的男主角 从抢劫到自己来到道场后的一切 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自己的不幸 早就被教练制作成了连续剧 哼 红红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第二天一早 来到道场的教练 看到了上吊自杀的蓝带大哥 十分淡定 把尸体拖到器材室的焚化炉里 毁尸灭迹 然后开始了一天的清洁工作 之后日常跪坐在 师祖的一项前寻找信仰 这时红红来下战书了 我要亲手杀了你 小莉莉 原来教练的名字比红红还女人 原来越是不见到自己娘兮兮的名字 越是害怕 越是压抑和隐瞒 就会变得更加暴力 还想把别人捞入深渊的人 是教练 果然孔童即深贵 世人沉不起我 当然自信的教练 先让接受了决斗的要求 红红画上了道府 还给自己珍重地贴上了红带条 好的 双方准备鞠躬开始精彩地对 绝了 哦 没想到吧 我有枪 红走到被爆头的教练面前 开始嘴炮 第一 我不是位 我是楚红红 啊不是 第一 用枪说明软弱 那都是屁话 最后谁活着才是关键 第二 不按牌里出牌 才是最佳答案 因为世上本无规则 甚至才能制定规则 之后红红集合了叶可成员 表示得到了失足的真传 习得了一只蝉 并且用这招打败了教练 通过检查学员们的手腕 红红发现了 害死自家小腊肠的就是老托 他将来已经被硬和德语 炫富的德木 解决了他 所有把黑带授予娜娜 娜娜拥有了最高话语权 新的阶级秩序 已经建立 红红微微一笑 适藏共与民 故事结束 这部电影充斥着浓郁的荒荡色彩 反讽暴力 性别刻板印象的种种 道场的规矩看似合理 其实都是由教练制定的 教练通过空手道的教学 将扭曲的价值观 强交给学员 总体来说是一部 艺人深思的电影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了解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如果你想收贯更多精彩的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并按下小铃铛哦 我们的口号是 狗事狗事狗事